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不可能在一起的 真的在一起了 那电影啊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当野兽发现自己逐渐对女主产生好感的时候啊 才意识到这是异想天开 谁会喜欢上一个野兽呢 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女生 我们说爱情的力量总是伟大的 于是野兽决定改变 主动呢向女主示爱 做了一系列笨拙 但还温馨 搞笑的事情 最后成功的俘虏了女主的心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同样对应到销售当中 第一次拜访和客户沟通的非常好 双方啊感觉都不错 那么下一次该怎么做 做什么 好 这一期啊 我和大家聊一聊销售中的二次跟进拜访 先做一个科普 销售中的二次跟进 在销售节奏管理中叫做客户管理 对应到销售步骤中 是每一次拜访以后的动作 那通俗点说就是 你这一次拜访完以后 感觉这个客户还行 你还想说有下次拜访的机会 那么这一次和下一次拜访的中间的时间段 你想要做的动作就叫二次跟进 这里千万要记住 不要把二次跟进 误以为是第二次拜访 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对应到电影中 野兽每一次都会在约会之前 做一些准备 比如说野兽知道女主很喜欢读书 她特别设计中间要带这个女主 参观她自己的私人书房 那销售中 二次跟进是一个销售动作 更是一个意识 首先任何一个好的Sales 都要具备这种意识 一种你每一次拜访前 都要做好拜访准备和销售策略的意识 先有意识才有动作 意识都没有 那更不要谈动作了 过去在阿里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Sales说 好的销售 首先要学会 管理好销售 好的销售管理 核心就是管理好节奏 而节奏的本质是时机和时间 所以我们要学会通过客户管理 寻找销售时机和创造销售机会 在销售现场 有太多因为没有做好客户管理 从而错过销售时机的案例了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真的是很多很多 我做销售的时候呢 谈了一个非常好的客户 前面呢几次的拜访 无论是时机啊 时间啊 控制的都非常好 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保持两周 一个品质的拜访 有一次拜访呢 中间隔了三个礼拜 就是多了一个礼拜 结果真的就出问题了 客户的热度也下来了 而且特别倒霉 各种事情 你比如说客户一会儿在国外啊 一会儿是说与参长啊 一会儿说工厂有事啊 各种各样问题 都是不顺 好像这些事啊 都商量好事的 一公道全被我赶上 所以这个客户呢 最后只能放弃 因为我跟的时间太长了 早已错过最佳的前一时间了 那在二次跟进这个环节上 其实最容易出问题 总结下来就两个大点 一个呢是 前后拜访的周期太长 导致错过了最佳时机 关键是说 每个客户 你把他的周期的管理好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一样 谈客户嘛 就跟这个烧水一样的 你前面烧到了70度 再往下烧 就可以烧到80、90 结果你隔了两个礼拜 好了 擦通70度 又回到20度去了 甚至又回到这个远点去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前后拜访的销售 他拖拉 导致错失了销售机会 那在这个地方 半岛的Sales很多 尤其是新人 每次的拜访 都没有明显的进步 要么呢 重复上一次 要么呢 就根本没有进展 特别爬山 爬了半天 根本没动 你还在原地踏步 我经常啊 跟很多Sales 开玩笑的说 上个月 你跟客户谈月亮 上个礼拜 你还在谈月亮 这个礼拜 你又在谈月亮 今天你还在谈月亮 那月亮是你们家呢 还是你爹啊 玩笑 鬼玩笑啊 这个一切的谈 都是为了最终的销售 好比啊 一切的谈 都是为了最后的结婚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谈了一场 没有销售的客户 就好比谈了一场 没有结果的恋爱 白忙活一场 所以 二次跟进 在意识层面 它的意思是 时机 也就是说啊 客户每次拜访后 你都要知道 下次的这个时机 突破口在哪里 什么时候拜访是最合适的 我们要学会去寻找 最佳的销售时机 而不是说随便拔刀 时机不成熟 其实你销售半天 也都没有用 其次呢 二次跟进 在行为层的意思 是机会 这个告诉我们 二次跟进的目的 其实就是销售 而不是去聊天的 所以总体来说 二次跟进 在动作上 总结就是 寻找销售时机 和创造销售机会 而时机和机会 往往都隐藏在 你前面的拜访 因此 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我们不仅要回顾 上一次的拜访记录 判断和分析 下一次的时机 和突破口 甚至啊 有必要回到最初 总结和分析以后 寻找出新的销售机会 所以 每次拜访后 都要养成 做拜访记录的习惯 在安理啊 每天录入拜访记录 是个制度 而且是还有高压线 你比如说 这个拜访记录造假 直接辞退 你不输入 或者说你忘了输入 就罚款 那我们为什么 当时要这么做呢 因为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太重要了 人啊 不是机器 也记不住那么多事情的 另外呢 销售是一件 很辛苦的工作 每天大量的拜访 你忘记一些事 真的是很正常 所以要学会使用工具 现在啊 是互联网时代 工具太方便了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 有手机就不错了 只能啊 每次拜访完以后 拿个小本记 你想一下 每天拜访15家左右 甚至有的Sales 每天拜访32家客户 好家伙 每次拜访完以后 你还敢往下一个客户那里去 你哪有时间记啊 但没办法 你只能记 所以说我们当时啊 买了很多小本 铅笔 这样你省钱嘛 你可以擦 现在好了 有这个手机 所以说 大家要学会使用一些工具 快速记录 当然啊 除了记录 还要对客户的状态啊 做出分析和判断 这个才是关键的 你不能老是记流水账啊 我上午9点钟 见了王总 王总滴了两根烟 给我泡了杯 西湖龙井茶 记这些没有用 关键是你说了什么 谈了什么 你什么目的 你什么策略 其实主要是把你的销售思路 和销售策略记录下来 不仅仅是记录整个 拜访过程呢 还是要记录你整个客户的状态 你要做出分析和判断 就是 我今天谈完这个客户以后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的问题也没解决 如果没有 那么他有可能 下个问题是什么 再根据这些啊 做出实际的判断 打上标识 提前一天 手机呢 可以自动来提醒你 现在呢 手机太方便了 根本不用像我们以前 备胎电脑出门 还带上这个充电器太重了 一个包 我将过更重的20多斤 你想想看 一个小伙子 一个小姑娘 才多少斤啊 光电脑 加上那个资料 就已经20多斤了 所以好的销售啊 就是要有好的习惯 牛逼的sales呢 都是把下周 甚至下个月的 办法计划都全部做好 而自根记呢 最容易卡壳的 就是在第二种里面 大部分啊 都是因为说提前 没有设计好销售思路和策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 非常可怕的数字 在阿里的时候 有一年 我做过一个数据分析 CM当中被开放出来的客户 又重新被其他sales 捡回去签约的比例 也就是说 你从你自己的CM当中 把你认为不能签的客户 开掉了 结果呢 被你的同事 隔壁老王给捡走了 然后他签了 这个比例居然高达 69% 所以说 我后面经常啊 总结给新人说 但凡是你认为 今天不能签约的客户当中 至少有七成 其实未来都是可以签的 不是客户不好 一定是你哪个环节 做的不对 我再跟大家说个数据 在这69%的比例当中 因为二次跟进 整个环节没有做好 导致没有签的 比例居然高达51% 同学们 这都是赤裸裸的经验和教训 跟大家分享这些 不仅仅是说 告诉大家 二次跟进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如何有效的二次跟进 所以说销售不能蛮干 得用脑子 二次跟进拜访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三点 一 不要重复前面或上一次的信息 二 不要没有销售目的的销售 三 及时提出成交 这个我们都知道 销售过程啊 就好比踢足球 有时候成败啊 就在那么一刹那 你不到最后一刻 其实啊 结果还没定 它总会什么 来个反转 销售也是一样 你不要以为说 我前面谈了两个小时 哎呀 好像都没用 说不定啊 最后一分钟你就成了 那换句话说 唯一的捷径是什么 就是不断的组织进攻和射门 你要不断的去组织你的销售策略 销售的一个思路 把断的射门提出成交 那这个进攻归进攻 但你不能硬冲啊 得有组织有效率的进攻 建立在一定的销售策略上 所以前面我们才会提到说 提前设计好你每一次的销售策略 否则你就只能蛮干了 还有些Sales啊 叙叙叨叨 每次去啊都重复一样的信息 客户对产品已经了解了 还在那个地方啊 介绍产品 这个问题上已经上次解决了 这一次又重新提出来说 所以还是那句话 提前设计好销售思路和策略 重要的事情 我就讲一遍 总结归纳 二次跟进 是意识 也是动作 意识是寻找销售时机 动作是创造销售机会 二次跟进 本质上是客户管理的一部分 只有做好对客户的管理 才会掌握好销售节奏 也只有掌握了销售节奏 销售才会有效 好 这一期咱就聊到这 下一期再会